哈囉大家好我是Memem Lian 我是姐姐Mindy 身為兩位家居打掃小仙女 什麼是家居打掃小仙女 就是你在打掃的時候看起來還是小仙女 不會因為打掃看起來就蓬頭垢面 那怎麼樣達到家居打掃小仙女呢 就是你要有一些打掃的法寶 讓你打掃起來毫不費力 今天影片呢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平常最常使用的Dyson吸塵器 我相信常看我們影片的朋友應該知道 我們家有一隻Birdy 我們家是所有的地方他都可以去 不管是地上床上沙發上到處都有可能會出現他的毛 可能一天就可以吸滿一整個Dyson的那個集塵筒 超可怕 這個量真的是沒有再誇張 今天要跟大家榮重介紹的是 他們新出的Dyson V12 Detect Slim 那其實這一台呢他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這個吸頭呢是有雷射光 雷射光照出去原本你用肉眼看 你覺得地板上都沒有東西啊 但是你在吸的過程中雷射光移照到的地方 哇好多毛喔 我們才發現其實家裡地板上 根本就是鋪滿了一層Birdy的毛 但平常我們都不自知 影片後面還會跟大家分享我們很喜歡很常用的 讓打掃事半功倍的其他法寶們 好那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台就是 Dyson V12 Detect Slim 也是現在Dyson他們家最新最智慧的 上面濃縮了所有Dyson的獨家技術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那其實如果常用Dyson的朋友應該知道 他們平常按鈕是出現在握把這邊 那其實他使用的時候就是你按住他就會吸 然後你放開他就不會吸 那現在呢你只要在使用的時候按一下按鈕 你就完全就是可以輕輕抓的這個把手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打掃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自己覺得Dyson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一代比一代更智能 像這一代呢他裡面就有增加一個裝置 叫做壓電式升血感應器 那這個感應器的功能呢 就是當你把灰塵吸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撞擊到這個感應器 所以他就可以去偵測這個灰塵的大小 還有他的數量 當你今天呢你在使用自動模式吸地的時候 可能你這一區的顆粒比較大 或者是灰塵比較多 所以他就會自動把吸力調大 就會聽到他的吸力突然增強 當你在打掃的時候就可以更輕鬆更方便的 把地板打掃乾淨 那這一台Dyson V12 Detail Slim 還有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當他蒐集到你所有灰塵的數據之後 他會直接很智能地顯示在他們的 LCD 螢幕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螢幕了然 知道你們家灰塵的種類跟組成是什麼 在這個畫面上面呢 直接會有四個長條圖 從最左邊是 過敏原 微塵 塵蠻 跟糖粉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家最多的就是 第一個是過敏原 因為可能我們家有一個毛小孩吧 然後第二個超級多塵蠻 因為其實我們很常會拿Dyson去洗我們的沙發 跟床墊 床鋪 所以我覺得也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他同時就可以把塵蠻全部都吸出來 那跟大家分享完他們的主機 這次有什麼新功能之外 這次真的要大力跟大家分享 我們最喜歡的新吸頭 就是這一個Laser Sling Fluffy 因為這個吸頭呢 它本身就是適合使用在亞洲很常見的硬直地板上 像是瓷磚地啊 或是木地板 然後它上面同時呢 又有搭配了綠色的雷射光 像以前我們在家裡可能我們以為 哇地板很乾淨 自從開始使用這個吸頭之後 才發現我們家地板上充滿了毛髮跟灰塵 而且每次我在用這個吸頭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超級像李昌玉博士 就可能他去辦案的時候 我肉眼根本看不出來地板是不是有腳印 是不是有血跡 可是他可能會用一些特殊的工具一照 就發覺哇 那邊有腳印有人走過去 而且我每次用它 我都會停不下來 就想要把全家吸一遍 因為你一把雷射光打開 你就會發覺家裡到處都是灰塵 而且我覺得這個過程變得非常非常療癒 因為你就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 你把所有的灰塵都吸走 然後把家裡打掃乾淨 沒有 因為我妹都是在之前很像李昌玉 然後他都會覺得犯人就是Birdy 就會說Birdy這裡有你的貓 Birdy你走過這裡 Birdy你走過那裡 然後我就想 我就會說Birdy就是到處都會走啊 所以你到哪裡都是Birdy都是犯人啊 對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平常這麼吸的那麼平凡 然後如果你看覺得很乾淨的情況下呢 其實用這個一罩 真的就是鋪滿一片 因為平常大概Birdy早上6點會起來吃早餐 那吃早餐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我們家的那個太陽會這樣射進來 這樣照進來之後呢 我就想說每次早上一看就覺得 哇 地板上怎麼鋪了那麼多毛啊 可是以前就只有早上那個時刻會看得到 可是我通常都是覺得 喔 好多毛喔 然後回去睡一覺 哈哈哈哈哈 哇 有啦 有 所以現在有Laser Sling Fluffy這個吸頭之後呢 家裡的灰塵跟毛無所遁形 隨時隨地都會被我們找出來 就有維持家裡地板的清潔 那這次還有這個無殘節錐型吸頭 也是我們要大力跟大家推薦的 因為它可以快速地把毛髮吸入到幾層頭 所以不會糾結在前面吸頭的部分 那像是我們家有毛小孩 毛非常的多 我們兩個又是女生頭髮很長 大家家裡吸塵性 也會常常碰到需要清潔這個吸頭的部分 就可能會被纏住了 那這一次有這個無殘節吸頭之後呢 真的東西完全都不會卡在前面 以前家裡沒有Dyson的時候 看到沙發上面很多毛 因為我們沙發是深色 不然你毛是淺色的 所以其實非常的明顯 然後我們都會用那種沾的東西把它沾起來 可是完全沾不起來 而且非常不環保 你可能沾兩下它就全部都是毛了 你就要換一片 因為我們是布沙發 它會糾結在那個沙發裡面 你那個沾半天還是出不來 可是現在吸塵器一吸 它們全部都被吸走了 這次真的很厲害 下一個要推薦的吸頭 也是我們愛用很久的 LED細縫清潔吸頭 這個吸頭就是當你一按開始之後呢 它就會發光 而且它的頭非常的細 而且很長 那很深處的地方又很黑 然後看不出來灰塵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時候這個吸頭 就會深入那些角落 把灰塵都吸乾淨 其實這個吸頭我們還很常會用到車上 因為Berry出門它都會坐在後座 後座真的是完全就是鋪了一層毛 每一次出門都可以吸一次 然後因為我們家都停在地下 停的場很暗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這個吸頭下去 就可以把Berry後座的毛吸得非常的乾淨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直驅式吸頭 如果你們家裡是瓷磚地 或者是木地板 但同時又營造氣氛有鋪地毯的話 你就很方便可以直接使用這個吸頭 因為它就特別設計可以同時使用在這兩種不同材質的地板上面 所以你在打掃的時候 就不需要根據不同的材質換吸頭 一個吸頭就可以搞定全家 那它總共是有八個吸頭 其他還有低促清潔轉接頭 還有二合一組合吸頭 硬製吸頭 迷你軟質毛刷吸頭 所以你們現在聽完我們介紹這個V12 Dictasling 就是你們家有毛小孩或是有女生的 這一台真的一定要收 真的打掃起來會方便很多 很智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打掃小仙女 要繼續跟大家分享其他居家清潔的法寶 因為在家裡呢 主要都是我負責煮飯 而且我覺得清潔廚房是最煩的 因為很多油漬 就是很難清洗乾淨 然後又很容易把手用得油油髒髒的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兩樣非常便宜又好用的 廚房清潔用品 檸檬酸還有小蘇打粉 那小蘇打粉就非常適合拿來清潔油漬 像平常我可能在用平底過的時候 有時候用一用就會叼袋 叼袋之後呢 超難洗乾淨 你用一般的洗碗筋 完全洗不乾淨 但這時候小蘇打粉非常神奇 加一匙小蘇打粉加水 就可以輕鬆把叼袋的部分清洗乾淨 那我也是365天都會在廚房被一瓶噴霧 噴霧裡面呢 就是水加上小蘇打粉 就每一次煮完飯之後呢 我油都會噴到旁邊 用這小蘇打水噴爐具之後 再用萌布輕輕擦拭 那個油漬就完全會清得乾乾淨淨 就不像你可能一個月兩個月才清洗一次 那個油漬就非常難清乾淨 那另外一個這個檸檬酸呢 它非常好用的地方就是 它非常適合拿來清潔水漬 就你可以拿來擦你的水龍頭啊 或者是玻璃 然後還有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超適合拿來清潔大銅電鍋 大銅電鍋內鍋用久沒有清真的很可怕 我之前也是曾經嘗試要用那種非常強效的廚房清潔劑 完全清不乾淨 那在清潔大銅電鍋的時候呢 它的用量就是你使用米桶 一杯檸檸檬酸加兩杯水 你再把大銅電鍋的開關打開加熱 大銅電鍋裡面的水煮 會煮一段時間 但是不要讓它完全燒乾 然後這時候呢你就把大銅電鍋拔起來 就可以拿菜瓜布清潔裡面 就會發覺裡面的所有髒物都被融出來了 這時候再用清水把它清潔乾淨就好 非常非常的乾淨 好那下一個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是禁毒無狼他們家的碗盤清潔劑 因為李眼負責煮飯那我就負責洗碗 那我洗碗呢之前都是追求一個快速 所以在買洗碗精的時候 我都會要求說我要買那種就是超強力的 可以很快洗乾淨的 可是我就發現就是用久之後 我手就感覺快要有富貴手了 可能就是它腐蝕性太強 其實淨度太高 洗完之後我的手都會很癢很澀 會癢到受不了 那後來呢我就換成了禁毒無狼他們家的洗碗精之後 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它用起來比較溫和之外呢 它潔淨度還是非常好 就只要用一點點的用量 就可以把很多碗盤都洗乾淨 用起來也很環保 因為以前那種潔淨度很高的 它用量也要很大 好所以這個我就推薦給 如果是家裡是洗碗擔當的你 你的手也是很珍貴的 不是說你洗碗你的手就可以隨意被傷害 所以還是要挑選讓你手會維持嫩嫩的洗碗精 而且禁毒無狼他們這一款裡面成分非常天然 架色真的是不小心有一點點殘留的話呢 家裡有小孩或毛小孩都不用太擔心 那下一個要跟大家推薦的就是這個除塵膽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台灣落成真的非常非常大 然後我們家附近的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在蓋房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家這裡其實只要一兩天沒有擦的話 就很明顯可以看得到桌子上或者是櫃子上面有一層包包的灰塵 而且我們家現在客廳是裝百葉窗 百葉窗也是需要比較長擦 要不然會有落成在上面 那我以前都是用濕抹布 但是其實我覺得用濕抹布的困擾就是一些高處很難擦到 然後呢我很討厭灰塵變成濕濕的 我就覺得有點噁心 然後或者是我要擦可能電視櫃 可是電視櫃後面的縫隙其實我手根本伸不進去 甚至是擦電視表面也會有水漬 所以後來我就發覺這個除塵膽非常的方便 就雖然你在用它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微微的落成飛起來 所以大概有六七十趴的灰塵都可以附著在這個毛上面 那其他的掉地上呢 趕快用Dyson吸塵器吸起來 雷射光一照你就可以找到他們掉到哪裡了 沒錯 所以其實我以前呢 我都很懶得要每一天或者過一兩天就打掃這些落成 因為以前就覺得用濕抹布非常麻煩 可是有了這個除塵膽之後 我覺得這個打掃工作也變得輕鬆許多 好的那最後一個是改變我人生的魔術靈 強力馬桶清潔劑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是有馬桶恐懼症 我不是不敢上廁所 就是我只要是我的肌膚碰到 或是我的衣服或是我的毛巾碰到馬桶 我就會立刻覺得那些東西受污染了 就只能屁股這個part碰到而已 對就是我會覺得馬桶是一個很髒的東西 就算已經打掃過看起來亮亮的 但是這個東西本身它是裝便便的尿尿的 我還是覺得心理上覺得它就是髒髒的東西 所以我完全不會想要跟它有過多的接觸 所以我最討厭就是清理馬桶 就是尤其你要刷馬桶裡面那些狗 我現在又想到都覺得好害怕 它前面有一個小尖頭 所以你就可以射出裡面的液體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地方都鋪滿一層 鋪滿一層之後呢 兩分鐘之後 你再沖馬桶 馬桶就立刻變乾淨 你完全沒有那樣刷 它自己會腐蝕掉 所以你完全不用碰到馬桶 這全程你只會碰到那個沖馬桶的按鈕 不會碰到馬桶本人 對 因為以前就算你用一些清潔性 你噴完之後還是要稍微刷一刷 這個不用 因為以前可能都只有我會清潔馬桶 所以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就是明底看不下去的時候 它也會幫忙清潔馬桶 沒有 因為我以前都跟我妹說 真的很感謝她願意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有馬桶恐懼 真的很感謝她 現在的話我就可以分擔了 OK 很棒 那今天我們搭燒小仙女呢 就跟大家分享五樣我們最常用 也覺得最喜歡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五樣居家清潔法寶 希望這五樣法寶呢 可以讓你打掃起來更不費力 大家會更常打掃居家環境 然後讓大家家裡都變得更乾淨 那如果你有什麼居家法寶 想要推薦給我們的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也很想知道更多居家清潔法寶 你們有沒有發現今天影片Birdy 出現頻率很低 因為今天我們影片很長一段都在介紹吸塵器 Birdy本身是一個還蠻害怕吸塵器的狗 所以她看到吸塵器被拿到拍片現場的時候 她就自己退到一些很邊邊腳踏的地方 就沒有來搗亂 所以以後拍片的時候吸塵器 我妹妹是不是都要放在旁邊 鎮店之寶 好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助詐欣按讚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幫我喜歡的 大家開始有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囉 掰掰